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我們看喔 這一次阿富汗吹兵 在美國內部的政治也是一場危機跟風暴 那拜登的民調來到了新低點的同時呢 川普痛批拜登太軟弱 他說中國這一次開心了 而且他預言台灣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美國前國務卿來師事實上也判斷美國失信喔 那因此呢要加強對台灣的承諾 否則盟方事實上可能都會有所疑慮 因為事實上今天的媒體追蹤新聞資料出來 包含了南韓喔 對於在南韓的美軍喔 究竟將來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事實上也感到疑慮 而美軍這一次事實上喔 也再度展現這一個黑科技 試射成功了無人飛彈車 但是南韓看到阿富汗的處境喔 想要拿回來自己的暫時指揮權 好這一次阿富汗的危機喔 當然影響了國際政治 而事實上在國際政治裡頭還有一場金融大變局 北京事實上接二連三的追殺中概股之後 第一大受災戶是軟體銀行孫正義 帳上喔至少喔因此喔受到影響是幾千億 那對此呢他事實上也大砍了台積電ADR 然而習近平一宣示中國的高收入者要回報社會之後 騰訊很上道立刻響應捐錢 捐了高達兩千一百五十億的平安險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透視中國研究員 同時是台大政治系榮教授明居正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這個被譯政戰少將余中基將軍 大家好 再來是前駐美代表處的政治組組長趙宜翔 大家好 再來是財政專家朱月忠 大家好 再來是文杰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好這一次阿富汗的這一個相關的危機喔 既影響國際政治也影響美中鬥爭 同時影響美國內部兩黨的鬥爭 好明老師剛剛看到的是 川普接受了福斯的專訪 他痛批了拜登的這接二連三的舉措 那他說這一次阿富汗撤兵 比當年的越南還難堪 而且他甚至預言 他認為台灣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老師怎麼看 以川普角度來說 他的話當然會比較重一點 實際情況是不好 就像我們前兩天講的一樣 但是當然也沒有到那麼糟糕 我想我們從幾個角度來看 當時為什麼前兩天我們事情發生 我們就馬上談到問題呢 因為我們就曉得說 很多人一定會拿阿富汗來類比台灣 然後果然不錯 那後來已經出現了 是我們看到很多相似性 但是當然也看到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我上次講我說 其實一個國家打仗這不是問題 出兵很容易 問題是怎麼撤軍 在什麼情況下撤軍 過去我們講說中國的兵法也好 西方的克勒塞布茲也好 都講了說進軍跟撤軍的重要性 我旁邊的將軍呢 我就不能搬門弄斧了 那簡單說就是 你不管怎麼樣 你撤軍撤成這樣子呢 即便你再有什麼理由 你的國際第一強國形象 是一定大受打擊的 所以你前面有個標的講得非常好 拜登誤判阿富汗形勢 那不管說底下的人怎麼報告他 怎麼出錯 但是你自己有一個正確的判斷 而且我們常講說 退兵 進兵不難 你打贏了這個 隨便你怎麼樣弄 大家都覺得說你打贏了 但是如果說你打輸的情況下 或者說在沒有很明顯勝利的情況下 你要撤軍的話 怎麼樣維持你的形象 這個非常重要 那這點呢不但說 這個朋友看在眼裡面會擔心 等下大概大家都會談到 另外就是敵人看在眼裡面 會有一個判斷 所以上次我說 你美國這樣撤兵呢 人家不管朋友也好敵人也好呢 從信心跟認知上看你美國呢 會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不過在講完這個之後 我還得提醒大家一下 美國的有一個自我辯護是對的 請大家注意啊 他所說的事情就是 我不只是從阿富汗撤軍 是為什麼要撤軍呢 因為對我來說 它不是一個重大利益區了 所以美國說的是 我其實在進行戰略轉移 我轉移來幹什麼 我準備對付中共 他底下那句話沒說 但你如果把他最近的 言行連結在一起 你曉得他在幹這些事情 所以台灣也好 各地方的華文這些評論呢 如果說把整個事情看清楚的話呢 大概這個評價呢 不會這麼一邊倒 不過不管怎麼說 美國在阿富汗是有戰略錯誤 我們在幾年前就講 我們說 當初進去打這個塔利班的時候呢 其實美國是犯錯的 當初有人建議說 你要不去跟塔利班談判 為什麼要跟塔利班談判呢 因為根據這位對阿富汗形勢非常了解的 一個英國的前高階軍官他講 他說塔利班是幾十年來 我看到能夠有效控制 或統治阿富汗的一個政權 即便他價值觀跟我們差異很大 除非你要去硬要強行改變他 否則的話最好做法就是跟他去談 然後看看怎麼處理這個賓拉登問題 那如果你不願意跟這個塔利班談 另外就是跟塔利班裡面 某些人或某些派起談 然後分化他們 這是第二種辦法 他說最差的辦法就是 你把塔利班全部當作敵人 然後不分境和之外去打他們 最後把他們逼成一團 美軍的指揮官 或者說美國的政治人物呢 沒有聽見這句話 他們決定說 我就是不要塔利班 所以就全面打擊塔利班 這是我們說的with within 跟without的這個分別 所以這個是一個戰略錯誤 但戰略錯誤後面不是不能修改 布林肯說我們早就該撤 是你早就該撤 我上次講說 你要不就十年前 你殺了冰箱燈撤就撤 那時候撤人家 不會講你什麼東西 今天你要撤人家覺得說 你違得不足 所以撤軍的這個 守法跟時機各種考量 要很仔細 那第二問題就是 阿富汗政府為什麼守不住 美國說我這邊進了 搞了20年人質意境 是一點都不錯 我們研究國際政治 常常注意到 研究個別國家 我們常常看一個問題 這國家的地形 跟它的經濟 跟它這個 跟鄰國的關係 我特別講阿富汗 阿富汗是個內陸國家 然後地形呢 非常 山地非常多 崎嶇不平 大概80%左右呢 都是山地 所以老百姓住在什麼地方呢 住在三跟三之間的 峡谷地帶 那換句話說 人呢 之間是隔絕的 它很難有很大的這個都市 或很難的 很難有交通 所以導致說呢 它部族非常繁多 然後語言呢 相對有比較混亂 然後呢 宗教呢 這是唯一能夠維繫的 這個一個力量了 所以這麼多年來 等我們常講的 帝國墳場 為什麼 你外國比較進步的 軍隊進行的地方呢 你等於就是不斷地 跟每一個部族 去打游擊 非常辛苦的 所以過去的英國 在19世紀呢 連續這個鎖雨三次 蘇聯在1978年進去之後 1980年代呢 必須要退出來 然後美國進去搞二十年 現在必須退一下 會退出來 簡單說呢 跟它交通不便呢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不管你喜不喜歡塔利班 它的價值觀 可能跟我們差異很大 但是呢 它對這個社會這批人 它有動員力量 第一個是宗教 在那個社會裡面 宗教這個地位是非常高的 各位可以看到 第二點呢 它用暴力 第三呢 它販毒 所以它這幾個條件在一起呢 你外國要進去打呢 你要把它撤離清楚呢 真的不容易 這就是為什麼 當初我剛剛講說 當初呢 英國高階軍官呢 提醒美國就說 你不要這樣去打 因為這樣打不聰明 結果美國沒有聽到話 那麼塔利班另外一個條件就是 它曾經統治過阿富汗四年 五年的時間 那不管說它統治的好跟不好 我剛剛說了 它至少是一個 有能力大體控制這個社會的一個政權 那你怎麼去跟它打交道 你得好好想清楚 對 美國扶植了一個 它認為可靠的人 因為這個人在美國讀過書 然後在這個 國外教過書 美國認為說 它的價值觀跟我們很接近 是沒有錯 一個價值觀跟你接近 你可以相信 問題是 你如果擺到那個地方去 它是有能力 能夠有效的控制這個社會 不要說是這個推進民主政治 是不是能夠有效控制這個社會呢 是我們政治學常常問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美國扶植這個甘尼呢 搞了這麼長時間 在一個問題上是嚴重失敗的 在於跟塔利班爭奪人心的問題上 它是徹底失敗了 所以你看呢 白天老百姓可能幫他 然後到晚上呢 基本上塔利班就來了 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麼這種就使得說 你要么就進去強力殖民 然後把這個 你不順眼全部殺掉 然後你強力再去移民 再怎麼樣 否則你美國就很早就應該 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戰略 這第三個部分 第四個部分就是 我們就強調 我們說美國這樣撤軍呢 會導致這個結果 中共會低估美國 會看別美國 因為低估美國 看別美國 中共會生出前所未有的野心 而中共的野心呢 最後是針對美國 但在針對美國以前 他會先針對台灣 他會認真考慮呢 我怎麼樣動手 我能不能動手 現在是不是動手了好時機 我去對付台灣 這點呢 川普看到了 所以川普也出來講了 我們等會再說這個事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美國幹的事幹的這麼露氣 那麼台灣可能會發生不好的事情 這話非常準確 直接講到點上面 所以我上次講 我說美國如果要搬回來的話 那美國呢 對台灣呢 在語言上 跟在行動上 都必須要提出強力保證 這是我前天講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對台灣來說呢 坦白說 你仔細想想是禍福相依的 好 那麼美國為了補破網呢 國家安全顧問的蘇利文 出來講的話 他辯護了半天 然後就警告塔利班 你們自律 否則我們還手等等 但是他有一段話講的比較精彩 記者問他說 現在這個阿富汗 已經落到這個塔利班手上了 然後很多人覺得被背棄了 阿富汗人民覺得被背棄了 那麼他說 那這樣的話 大家會不會有人擔心說 美國會拋棄其他地方人民 譬如說台灣呢 然後他的回應都不錯 他說我們相信 我們對盟友和夥伴的承諾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而且一直如此 我們相信 我們對台灣和以色列的承諾 仍然像以往一樣堅定 他可以光說台灣 我們對台灣的保證跟承諾 是一樣一如今以往的堅定 他為什麼把以色列拿出來 特別吃得玩味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阿富汗危機 在美國當然也是政治的這一個核心工坊的議題 這一次川普接受服飾專訪 他痛批拜登 但是他也提及他認為台灣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但是第一時間呢 事實上美國的這一個國安團隊 包含蘇利文 包含AITO都貼了相關的貼文 這裡頭的內文是講說 美國對於台灣和以色列的承諾一如既往堅定 明老師為什麼把台灣跟以色列放在一塊 對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等會兒在談 我現在談談蘇利文這個人 大家記不記得就是在這個 川普在跟這個拜登在選舉的時候呢 當時我們不是在猜說 如果拜登選贏的話 他的團隊什麼人嗎 當時不是初步公佈了嗎 一路看我們就看到蘇利文 當時我們記得講過這件事情 蘇利文曾經幫那個希拉蕊呢 很大的忙 他辦公室主任 所以他曾經提過一個 對我們看起來是很糟糕的建議 他說我們跟中共去談 放棄台灣呢 然後換回那1.14萬億的這個 美國國債 就是拿台灣抵債 對 拿台灣去抵債 我們當時說這是個非常糟糕的想法 而更糟糕的是希拉蕊看完之後 她說我覺得是個聰明的提議 我們可以討論看看 幸虧她選輸了 那當時蘇利文的這個想法 後來不是傳出來了嗎 我們大家都非常擔心 敗選之後呢 我們倒看到這幾年下來呢 蘇利文和這些人呢 都出現一些變化 川普上台之後呢 大概前六月還看不到他出來 一年之後呢 川普的政策比較明顯 他跟中共開始慢慢對抗 然後中共開始還手 川普開始升高 升高的結果就是 當美中對抗升高之後 回頭來對美國的內政產生影響 簡單說美國的民主黨跟共和黨呢 在很多地方仍然是針鋒相對 但對中共的問題上 大家慢慢形成共識 這件事情我過去在節目上提過 後來發現說 很多原來的這個貓熊派呢 就是這個親中共的人呢 慢慢轉為開始反中共 甚至變成屠龍派 我們過去在節目上講的那個白邦瑞呢 他自己就承認說 我過去就是這麼一個人 嗯 那麼最近我們看到一個 很有名的那個叫 Steven Roche吧 嗯 一個這個 摩根史丹利的經濟學家 摩根史丹利的經濟學家 他出來講說 我原來是對中國經濟是樂觀的 那現在我改變看法了 嗯 也就是說 當這幾年的對抗 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尖銳的時候呢 也喚醒了一些人 他們的看法 他們覺得說 過去觀點呢 可能是有錯的 蘇利文是一個很明顯的代表 那現在就回來講說 他為什麼這樣對比 我們常常講說呢 每個國家呢 他說我在看我國家利益的時候 有國家利益 有重大利益 有核心利益 什麼等等 我們仔細看一下 美國除了自己國家安全之外 他對他來說 周邊或遠處國家 有哪些是核心利益呢 我們可以幫他算一下 核心利益在英文裡面 我們把它叫做vital interest 簡單來說這些國家呢 他身邊的 北邊有加拿大 南邊有墨西哥 這兩個國家出現重大的變動 或出現重大的動盪 美國是無法忍受的 遠一點點呢 可能還可以介紹 這兩個是絕對不行的 再遠一點點 有一個國家呢 雖然跟他就是有關係 但是呢 他可能會視為重大利益 可能不會 這個國家叫英國 好 那麼在亞洲呢 有兩個國家 一個是日本 一個是南韓 美國原來在南韓的問題上面呢 他看法是模糊的 就是因為看法模糊 才爆發了韓戰 因為他認為說 南韓不重要 結果引爆了韓戰 韓戰一開打 他就說 我想錯了 我講錯了 我要去打韓戰 那麼日本重要是不用說了 以色列是美國從建國之後呢 就強力支持的國家 美國倒不完全是獨愛以色列 而是美國說 我在中東地區有這麼大的利益 尤其當時石油的問題這麼嚴重 然後以壓的分數這麼激烈 然後蘇聯也插手 所以在這地方呢 我必須要找一個代理人 那找了找去之後找了以色列 以色列非常厲害 以色列除了移民世界各地 然後回去建國之外 回頭來呢 有相當一部分人 在美國的以色列人或猶太人呢 暗中呢 暗中呢支持以色列 所以使得美國認為說 以色列是我核心利益 除了說我的現地的這些戰略 跟石油的關係之外 所以他認為說 以色列是中央盟友 坦白說到了今天 你石油來論的話 以色列是沒那麼重要 以色列不但不產油 他跟產油國家關係都不好 美國現在自己有產油 所以嚴格說沒有那麼重要 但美國現在覺得說 以色列是我能夠安定 中東地區的一個重要力量 所以以色列是很重要的 我講的東西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對比出來說 當這個蘇利文講說 台灣跟以色列的承諾 我們不會改變 我是要告訴各位說 美國怎麼看以色列 他先告訴說 我也怎麼看台灣 換句話說 它是一個戰略判斷的問題 好那最後我們來談一個問題 蘇利文講的話呢 到底是無心講出來呢 還是有意放訊號 第一呢如果他講一遍 然後沒有怎麼樣 那我們可以說 他或許是無心講出來的 但是呢如果他講完 AIT呢又放了這個訊號出來 那應該就說 叫做有意放訊號 所以放什麼訊號呢 因為我們犯了錯 所以我現在必須亡羊補牢 怕你們把我看扁 怕你們誤判我 然後從未在台海引爆戰爭 所以現在我要把話講清楚 我要防止誤判 但是我覺得最後 美國還需要做一件事情 美國在講完話之後 必須在世界其他地方 或者特別在台海附近呢 要用行動展示 我對台灣的承諾 這樣子的話呢 才能真正防止中共誤判 防止戰爭 好那明杰 可是呢 阿富汗事實上 確實衝擊全世界 特別這一次就連南韓內部 事實上都想要取回 暫時的指揮權 對這個美軍從阿富汗撤軍這個事情 當然會影響整個 全球戰略格局的一個 重新的組合 那包含兩大部分 第一個 當然就是這一個 中東可能會出現 所謂的這個 地緣政治上面的 戰略的真空 那第二個部分 是最明確的是說 美國在西太平洋 加重他的一個兵力 整個戰略中心 轉移到西太平洋 那其實這兩者之間 也可以說是有因果關係 應該是說美國 為了對抗中國 把整個軍事中心 先轉到西太平洋 隨後後面 才會出現中東的全力真空 那這兩個部分 我先來談 中東所謂的這個 全力真空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幾天 這個習近平動作非常多 那這兩天還這個 跟伊朗的新任總統 萊西通電話 那特別還強調說 要他會支持 這個伊朗跟美國過去 特別是川普總統任內 有爭議的這個 核協議的問題 那同時他也針對 所謂的這個 美國的病毒溯源 這樣的要追溯責任的 這個事件 那支持中國 他說這反對個別國家 在追溯病毒上面 來打壓中國 那從這個部分 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是藉這個機會 那中國跟這個伊朗之間 在強化所謂的關係 那第二個 那他這個習近平 也跟伊拉克的這個總統 巴爾哈姆通電話 那還有包含像更早之前 我們看到塔利班 還沒有拿下這個 阿富汗的首都科布爾之前 他的這個政治領導人 巴拉達爾 就已經先飛到這個 中國的天津 7月28號跟王毅會面 那那時候也向這個 王毅保證說 不會去支持所謂的 這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黨 這樣的一個可能 會涉及新疆這個 獨立問題的 這樣的一個 極端主義的這個 相關的一個合作 那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習近平跟北京 這相關的動作 都是在嘗試 要這個填補 這個美國 這個抽離這個重兵 然後在中東出現的戰略 上面的一個真空 不過這是他的一個目標 跟希望能不能達成 我覺得還有很多的 高度的風險跟阻礙 那特別是他這一次 你看他跟這個伊朗 跟這個伊拉克 跟這個塔利班 阿富汗新的政權 然後甚至巴基斯坦 這些全部都是 中東的國家 他想要用一個 新的強權的姿態 在中東出現 主要目的就是要 用取代美國的方式 然後填補這個真空 但是我剛剛講到說 中間阻礙非常多 包含像對阿富汗 他是不是能夠 塔利班能夠做到 所謂的這個承諾 我覺得是非常困難 因為我們看到塔利班 政府目前來講 他首要 當然是獲得 國際各國的承認 最好是中國 俄羅斯 連美國這些大國都承認 他先站穩住腳 但是他真正實質上 他的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 其實外界都非常的 一個質疑 那更重要就是說 他有可能說 為了中國可能 中國能夠為他帶出 什麼樣的利益 目前都還看不到 但是為了中國 他可以放棄 他信仰已經兩三百年的 這個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一個教義 特別是宗教上面的信仰 我覺得這是非常困難 那除此之外 其實中國對塔利班有沒有提防 當然也是有所提防 因為先前 這個塔利班開始攻克 阿富汗各大城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其實 解放軍跟俄羅斯 其實先前我們談到 他在寧夏 進行了一個聯合軍演 這個地方 其實離 等於說中國接壤阿富汗 有一個 這個瓦罕走廊 其實中間大概有80公尺的距離 那時候其實 中國還在這個邊界 有布防重兵 目的是什麼 其實他也擔心 塔利班的勢力 有沒有可能進一步 擴張滲透進入新疆 所以雙方其實是沒有 共同的一個互信 那非常多的一個條件 基本上來講 未來 到底雙方會成為盟友 還是中國其實也擔心 對塔利班太好會養虎為患 影響到他自己內部的維穩問題 其實有非常多的猜忌 那這個部分 中東的一個戰略真空 是不是中國能夠 順利填補 我覺得還是 有非常值得觀察的一個地方 第二個 明確的部分是說 美國在西太平洋 加大他的一個兵力調遣 跟重心整個轉移到印太地區 特別是台海地區的安全 這部分目前來講是明確的 而且正在進行 那當然 因為這一次美軍從阿富汗撤離之後 有非常多國際上面不同的聲音 連美國國內也有不同的質疑 那當然最重要的 他現在目前來講 當然是先要降低 就是這一次事件上面 可能美國對盟邦之間 可能會造成的一個負面影響 所以公開的承諾一定會先做 公開承諾剛剛明老師講了很多 那包含像國安顧問蘇利文提出 再一次說堅強對台 甚至以色列南韓這些的保證 這幾天都陸續出龍 那講到南韓的部分 其實南韓部分跟台灣 其實也是不太一樣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說 你看到台灣這幾天 非常憤慨 覺得說有人把台灣拿做 跟阿富汗來做比擬 非常的不恰當 不倫不類 那南韓的這個執政黨 也就是共同民主黨的黨魁 宋永吉 其實也有類似的觀點 他也認為美國有媒體 把南韓也比喻做阿富汗 他也認為是一個嚴重的污辱 那特別強調說 他認為南韓自己的軍力 甚至現在都獲得美軍的F-35戰機 最新銳的一個戰力 那軍力世界排名第六 怎麼可以拿來跟 所謂的阿富汗政府軍去比擬 不過最重要的是說 他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藉這個機會 其實各國也都在向美國要東西 那因為過去 川普任內其實也一度揚言說 要從南韓撤兵 那甚至要把這個薩德系統 都撤出南韓 那要求說南韓要增加負擔軍費 甚至提高到50億的美金每年 這樣的方式 那這一次等於說 南韓也藉這個機會 要向美方要回所謂的戰時指揮權 那這個其實就是駐軍的一體兩面 那當然過去台灣 有人也支持說美國來台駐軍 但我們看到南韓其實駐軍 是不是真的有利於防衛 當然外在的環境上面 有利於嚇阻北韓的一個 對南韓的威脅 但實際上真正戰時的時候 南韓的軍隊跟美軍的一個 西方司令部之間 有可能因為指揮權的爭議 那這個部分 你只要軍權大握還是在美國手上 南韓自己本身就會認為 它不是一個完全能夠獨立自主的一個 這個國家 所以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台灣未來也是可以參考 那除此之外還有包含像 其實菲律賓也是一個重要的風向球 你看到先前菲律賓總統杜特地 一度因為疫情 各方面一帶一路的投資 倒向北京 那其實最近很明顯的 它又倒向美國 那所以這個已經中斷了 這個兩年之久 2019年之後 本來它都不准美軍的軍艦 直接開到菲律賓訪問 那這幾天8月16號 美軍一艘這一個 查爾士號LCS冰海作戰艦 又訪問菲律賓 那同時先前等於說 由於像這個VFAO 這個美菲互訪學定 那杜特地也又同意繼續展延 那這樣的動作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杜特地其實是一個 美中在國際情勢上面 誰比較佔優勢 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他靠向誰 就表示這個國家目前來講 應該是獲得比較多的優勢 那現在要導向美國 大家也可以判斷說 是不是美中在這個西太平洋 這樣的一個對抗上面 美國目前來講是優勢 那還有一個 我也非常認同這個明老師所講 美國對台有再多的公開安全 保證都是口頭上 具體的行動必須要展現出來 那我們觀察 當然過去從川普到拜登 對台軍售起始已經十幾次 他花了很多錢 也買很多武器 現在最重要是自己 要能夠把他拿來訓練 戰備 形成戰力 這個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那第二個我覺得 必須要強調就是說 藉這個機會 我希望美方也要能夠 真的加大對台的軍事合作 特別是台灣 這個參與國際聯合軍演 包含像這個參與 這一個軍演也好 或者到關島軍演也好 這個也是一個重要指標 因為今天雖然中國對台 採取切香糖戰術 那美方也用切香糖戰術 去回應北京 但雙方一來一往 基本上還是沒有辦法 遏止中國向外的擴張 特別是併吞台灣的企圖 我覺得美國只有展現具體的行動 才能夠真正遏止中國對台 入侵的企圖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這一次阿富汗的危機引發這一個 蘇利文跟AIT事實上都出來 這一個正面回應 那主要的具體內容講到 美國對台灣和以色列的承諾 一如既往堅定 我請教伊翔 但是這個事件 也確實使得 美國棄台論 在台灣又再起 我覺得我們也看到很多 就是阿富汗跟台灣的一些 不實的比較了 那其實我就自己有一位外媒朋友 我覺得他就自己 在領述上有提到 現在突然之間 好像阿富汗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所有台灣的政治人物 都變阿富汗專家了 每一個都變國際事務專家 每一個人都有評論 都了解 為什麼美方做出 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那我想這個當中 就會產生到很多不實的一些 資訊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要 清楚客觀的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台灣的經濟 是阿富汗的38倍大小 我們是位於亞太地區 最核心的 跟最中央的一個位置 我們也是區域民族的典範 我想這些 現象都已經被這個美國 被其他的這理念 鄉親國家來認同 甚至於來表揚 那所以我們的 跟阿富汗的戰略地位 就已經完全不同了 那所以人家其實偏偏要把我們 連接到以色列 這樣子的一個戰略地位 但是我們卻自己 有一些人不斷做小自己 說自己是阿富汗不是以色列 那我想這樣的說法 對台灣沒有幫助 那所以我想 就是因為我們社會上 現在存在很多這些 不實的資訊 所以也導致美方 決定要全面的反擊 所以我們看到 就包括蘇利文的說辭 包括這個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務院等等 其實漸漸都有 對這件事情做出表態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 更明顯的就是 AIT本身 因為AIT似乎很怕 大家看不懂英文 或者是說 沒有專心去看英文 還專門把這些 這些言論都翻成中文 而且PO到他的臉書上 給大家看 所以我想說 美國官方 他們是非常清楚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 就是回應 這樣子的一些造謠 那另外我覺得 就是說這個 美國他的這個學界 其實也知道 這是一個問題 就我說美國的學界最好奇 就是說阿富汗的戰爭 為什麼會打到台灣海峽這邊去 所以其實包括很多 就是美國學界的一些朋友 都覺得蠻莫名其妙的 然後包括就是在台灣 可能比較出名的 就是葛拉伊之前 是在CSIS 然後現在是在 在德國馬學爾基金會 當然這個亞洲計劃主任 那他就有提到說 台灣跟阿富汗的狀況 截然不同啊 台美關係是深厚 而且有歷史淵遠的 包括在經貿 人民的連結方面 台灣是一個蓬勃的民族政體 與台灣共享相同的價值 那包括美國的智庫 2049 2049為什麼特別呢 因為2049 現在的那個主席 就是之前那個美國 在國防部 當然印太司令部 助理部長 的Randy Shriver 那他們就有提到說 阿富汗確實在美國外交上 是一個災難 但是換句話說 從一個理性的角度來看 美國撤軍阿富汗 把資源放在亞太地區 這是不是對台灣有利的 那確實是有嘛 那還有這個AIT的前處長 就有提到 說美國對台灣的立場 其實大部分其實 是已經非常清楚 尤其在拜登政府之下 他對於台灣 無論是經貿 無論是軍事等等 其實都對台灣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如果今天台灣 遭受到攻擊的話 我想其實會對於美國 對日本 其他這些重要國家的 自身利益構成威脅 那最後還有像 這個新美國安全中心 那這其實是跟 這個拜登政府 跟民主黨 是比較接近的一個 一個美國智庫 然後他就有提到說 如果就是今天阿富汗 當然他陷入危機的話 會變成一個持續性的問題 甚至於可能會導致 這個美國分心 可是其中其中 拜登要撤出阿富汗的原因 就是為了可以把這個資源 放在中國身上 所以我想說 他們這個美國政界 其實對於這件事情 學界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最後提到 我覺得有一個蠻有趣的 因為這個有一個BBC的 一位特派記者 他叫這個 對不起 有一位學者 叫Robert Kelly 然後他之前是上了BBC 抱著小孩 然後變成一個全球 轟動性的一個影片 但是他就有提到 說台灣其實就 對美國是一個核心利益 而且台灣對於美國來說 真的是相等於以色列 不是等於阿富汗 阿富汗對於美國來說 相對是比較沒有這個利益存在 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內 其實應該還是要很理性 看到阿富汗這個狀況 然後我其實昨天自己 就有投稿這個外交加雜誌 那這個是位於美國 然後日本的一個雜誌社 那我就有提到說 我們希望以理性的角度 來分析阿富汗的經驗 可以帶給台灣什麼 那所以包括這個孔傑榮 包括葛萊伊都有來轉推這篇文章 那我其實很快很快 簡單說的就是說 第一點 台灣應該在盟友 建立更紮實的一個民意基礎 我們都知道軍事這副門 一定是牽涉到民意的 所以我們看到阿富汗的部分 其實當時美國已經沒有民意 支撐說他繼續在阿富汗駐軍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共和黨民主黨 其實都是支持這樣子的一個 撤軍的一個戰略 那另外其實就是第二點很重要 就是台灣必須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 這是當時阿富汗沒有的 那最後呢我就提到說 台灣其實有義務 提升自己的戰略價值 我們台灣站在民族價值的最前線 也是世界不可或缺的這個經濟重鎮 所以其實這都是我們繼續要強調的 然後我們絕對不能變成世界的孤兒 也不能陷入這個兩岸的框架 好 那余將軍 另外一方面 美軍事實上是一直希望強化 台灣內部的國軍的 這個軍事跟自我保衛的能力 中共在西南海域 這個昨天的這個軍演 它最主要也就是要突顯我們 它從如果我們從第一島鏈 跟第二島鏈來看 我們上個禮拜有提到 現在在這個東北海域 就是說在宮古跟石原這一塊 因為美軍跟日本加強防禦之後 這個變成是馬其肉防線 中共它20162017在這個地方的演練 那現在發現美日的這個軍事部署 它未來很難突穿 所以2018之後它改方向到 希望從巴士海峽去做突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它一直在這一個區域裡頭 不斷的演練 當然美日還有這個澳洲 還有台灣本身 未來在巴士海峽這一塊 也一定會強化我們所有的反潛 或者是說全力的去阻止 中共從這邊突破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其實除了這個宮古 還有這個巴士海峽之外 另外從這個中國 為什麼這麼強調這個南海內海化 因為它還發現第三條通道就是透過 印尼的這個遜塔海峽跟農牧海峽 它可以穿越哪裡 穿越所羅門群島到吉里巴斯 這個就可以突穿第一島鏈 跟第二島鏈的封鎖 進入到第三島鏈 也就是直接這個壓迫到夏威夷 甚至是美國的西岸 所以美國看到中共的這個戰略 這個擴充的這個野心 事實上這個已經非常明顯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為什麼是索羅門跟吉里巴斯 中共你看看它的王毅外長 跟那個吉里巴斯建交之後 花大錢建交之後 馬上就要蓋軍用機場 那另外跟索羅門 它還簽訂了秘密協定 它表面上是說要擴充漁港 事實上就是軍港 那這個就是說它已經在為它 第三島鏈的這個突穿 在預作軍事準備 那美國的話它也了解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近期這個柏柳的總統 跟那個奧斯丁美國國防部長 在美國碰面了 那它提出的就是歡迎美軍 在這個柏柳 這個批建美軍的軍事基地 那這個就是如果我們看 那美國它為什麼需要在柏柳 批建新的基地 那未來不排除在關島 因為關島再下來就柏柳 它旁邊就是馬少爾群島 那上方就是這個 密克尼西亞這個群島 未來美軍都會逐步的去建置 它的這個軍用基地 這個事實上就是大家所說的 所謂的這個Lilipate Strategy 碎聯戰略 那它的原理很簡單 是從青蛙想要在湖面上去 這個攻擊這個類物 蜻蜓 那它會透過湖面上的這個 荷葉 然後不規則地跳躍 然後直到它這個獲取這個 獵物 如果我們看到那個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網頁 它提出來的EABO 就是所謂眼睜前進 這個基地作戰 事實上就是所謂的碎聯 這個戰略 那未來美軍的海軍陸戰隊 它會在今年這個月 它舉行的這個最大規模 2.5萬的這個EABO的這個演練 事實上就是要落實 碎聯戰略的這種 這個針對中共可能的 反介入的攻擊 設計出來的一種反制戰略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今天亞洲股市全面回檔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全球金融市場的投資人擔心聯準會 要縮減QE縮表 現在看起來真的時間點越來越快 那這一個資金的壓力越來越大 是 我們看到聯準會 它公佈7月份的會議紀錄 其中用到TAPER這個字 TAPER其實是漸漸 因為它是個錐形 逐漸變窄的意思 其實它指的就是說 我原本每個月購債1200億美金 但是我現在要越買越少 那這個做法其實跟QE3 2014年的時候一樣 當年2014年它從元月開始 每個月也是減少100億美金的方式 但是當時QE3是每個月850億美金 所以它用10個月的時間 讓它全部退場 那這一次是從1200億美金 開始要逐漸減少 那到底會是什麼方式呢 我想9月份9月21號22號 這兩天的聯準會的會議 可能就會有更明確的結果 那大家可能更擔心一件事情就是升息 那根據最新的調查 原本聯準會都跟我們說 2023年會升息 但是就現在利率期貨市場所的反應 告訴我們說 可能預估明年11月就要升息的機率 已經來到50% 那預估12月升息的機率 更近來到70% 所以在這種市場要縮減的壓力之下 我們看到今天雅股全面重挫 除了台股之外 我們看到恒生今天跌了2.13% 那香港的國企也跌了2.56% 就連下午開盤的歐股 德英法都全部重挫超過2% 大概就知道這個問題很大 然後再看到 而且恒生跟香港國企 都是又要再次測試波段底部 隨時都一副要破底的樣子 那當然香港的大跌 其實又跟中國的監管一波比一波 還要來的強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之前我們也講過 索羅斯也好 伍德也好 都在說真的中概股不能碰 現在又多一個跳出來的 誰呢 歐洲最大的避險基金的創辦人馬歇爾 他也說這個中概股真的不要碰 問題一堆 那在此同時呢 美國銀行對基金經理人做了一個調查 當中呢 顯示現在有11%的基金經理人跟你說 不只說我要賣中概股 我甚至要放空 而且他們說 現在市場上最大的風險 其實就是中國的政策 再給大家一個數據 MHCI中國指數是我們在買中國相關基金 最重要指標 這個指標呢 在年初的時候是創27年來新高 現在是16年來新低 你就知道這個有多可怕的下滑 來再看到剛講到伍德 女股神伍德最近接受 彭博電視台的講話 又提到說真的 原本大家很期待中國要創新 可是現在一連串的監管工作 根本就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你說要創新 結果這些所謂的創新 這些網通公司一家一家都被你整慘了 所以伍德就說 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 他特別強調 很長一段時間都會保持低位 換句話說告訴你 短時間中概股是沒辦法翻身的 所以他的這個重要的旗下的一檔基金 這個創新ETF已經完全觸控中概股了 那其他的也都大幅的減持 那在減持的絕對不會是只有伍德而已 我們看到這一波真正重傷害的 應該是日本的軟體銀行 軟銀現在公布第二季的財報當中 他光一個第二季一共賣掉了 143億美金的股票 那其中比較重要的 其實還是以美國的尖牙股為主 其中光臉說他賣掉35億 那亞馬遜賣了12億 Google也賣了7億 網飛賣了4億 那其中台積列也賣了5億 我們單位都是美金 你說那怎麼沒有中概股 有他賣貝殼找房也賣了12億 而且我們剛剛說這是第二季的財報 大家也知道中概開始出問題是第三季 所以我們到時候等著看第三季軟銀 還要賣多少中概股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全球金融市場 今天受到聯準會可能提早縮表跟縮減QE 那確實資金的賣壓很沉重 那這一波另外一輪的賣壓 是來自於中國的政治風險 所以剛剛講到軟體銀行孫正義 他重傷慘重 所以他現在還算不算日本首富 我還蠻打問號的 因為他的首富是跟馬雲綁在一塊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台灣 台灣前一段內容當中 我們立法委員提及 台灣有相當多的共同基金 投資了中國軍工產業 然後事實上更大的曝險是 台灣的金控跟受險 因為這是更大的資金部位 而投資在中國的部位 將來會面對什麼樣的變局 是確實是金融業的很大核心風險變數 確實台灣的金控業者 因為滿手的資金 他們一定要找出路 那在過去確實我們不得不承認 有一段時間中概股確實蠻會漲的 所以這些金控公司 買了非常多的這些中概 中概的個股也好的債券也好 可是現在面臨這麼大的問題了 而且這個問題也不是現在才發生 過去一兩年都是這樣子 結果我們卻發現很多的金控公司 居然這一兩年還在增持 中國的相關股票債券 譬如說我們看到龍頭的國泰金 你看到它持有騰訊高達217億台幣 那騰訊現在市值重挫 是 而且這個數字是6月底的數字 我們最嚴重的是7月以後 那所以實際上它到底還值多少錢 我們不知道 而且它在2019年的申報的時候 那時候還看不到騰訊 因為我們要講一下 金管會的申報門檻是30億 也就是說你持有不到30億 你可以不用申報 所以在2019年的時候 還看不到它的持股裡面有騰訊 但是現在已經217億 那阿里巴巴在2019年的時候 是150億 現在已經也來到204億 所以公司阿里巴巴跟騰訊 它的部位超過400億 400億如果修正一成 它的壓力就是40億 400億如果腰斬就是200億 是 而且其他的金管公司 跟中國買中國概念股等等 都很低調 可是你看到國泰金卻蠻高調的 大家看到國泰金的老闆 還跟馬雲合照 而且他們還去發布這個照片 那當然也不是只有國泰金 我們看到這幾大的金控公司 大概只有富邦金是在減持的 我們看到雖然帳面上富邦金 持有阿里巴巴還有68億 騰訊還有30幾億 可是2019年 因為這個資料是跟2019年去比 2019年的時候 它持有阿里巴巴有120億 然後騰訊那時候有55億 那我一想我們其實過去也追蹤過 那我再打個岔 以金周刊整理的資料 開發金現在在阿里巴巴 跟騰訊的部位也300多億 對 所以光開發金跟國泰金加起來 就快要800億了 是 那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富邦金我們以前追蹤過 因為它踩到明天系的地雷 我想它因為受到這個教訓 所以它在減持 可是你看到新光金也好 台新金也好 開發金也好都在增持 尤其你看到新光金 居然騰訊已經是買到它所有的中企裡面 最大持股的比照 那再看到銀行 哇 銀行業的問題也很大 截至3月底 台灣36家銀行有放款給中國的企業 總金額是6559億 如果把香港的部分也加進去的話 高達1.2兆 其中最誇張的你看到 凱基銀行以金額來說 不多420幾億 但是居然佔它近值7成以上 如果你踩到雷你怎麼辦 那以金額最多的是中信金 有高達1890幾億 另外富邦銀行也有過千億 所以這些銀行你真的要去小心 再看到基金的部分 好 我們看到 基金持有中概股不稀奇 但是你持有中企的黑名單 也就是美國之前對中國 這些所謂的實體清單 你還持有它 那這問題就很大囉 所以我們看到 所以只有黑名單的基金 最近半年的績效都很差 對 好 那我們看到的在這個表示 境內的基金 你真的就很不應該了 你如果說是境外的是 我們台灣金管會管不到的 你沒有話說 因為它註冊在海外 金管會管不到它 可是你這些註冊在國內的金管會 我覺得真的應該要管管 好 姑且不論說這些有多爭議性 你光持股這樣子 結果造成基金的績效慘跌 那你難道不用說嗎 那更重要的 你一堆持有中國地產債的 那這最近也是一個大地雷 那地產債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恒大問題這麼大 但是你看到 我們居然還有基金裡面 光它的持股比重 光恒大就佔了4%多 那還有其他佔2%多 1%多的比比皆是 那如果整個地產債你看到 譬如說像統一中國高收債基金 它居然它前十大裡面 有27%多是買中國的地產債 哇 天啊 你說這是一個多大的地雷在這邊 所以我會覺得這些真的 金管會要出來管一管 萬一真的這些地雷爆掉 很有可能就是一個連鎖反應 到時候你連跑都跑不掉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報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特本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跟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